欢迎收看今天的文签世界周报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制作工程海啸三周年的纪念 这场工程海啸不幸的灾难 除了是一场人类过去有历史记录以来的五大地震之一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重击了福岛核能电厂 从那一刻开始核能电厂就重新成为全球 非常重要它是否是能源选项之一的辩论 包括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在制作工程海啸三周年的时候 除了回顾这三年来许多失踪的人 许多永远回不了家的人之外 我们将把焦点放在日本的能源困境 以及欧洲返河之路它的能源困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三周年的纪念仪式 这场纪念仪式呢 纪念的是大家永远难以忘记的 2011年3月11号下午2点46分 相当多的数十万人 他们的人生生命从此改变了 一场瑞士规模9.0的大地震 永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一样的白菊花 一样的追思仪式会场 哪怕这已经是东日本大地震 三周年的追悼仪式了 台下一千多名 罹难者家属的心 还是痛的 三月11日停電 停電になった家で あなたの帰りを待ちました 元気よく ただいまと帰ってくるものだと 翌日もその翌日も 亡くなった人を思い手を合わせました 亡くなった人を思い手を合わせました 早送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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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